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多,今天找來Alan聊天 Alan,你好,這陣子當然是老膠戰 我認識很多遊戲經理就哭出來 本身是一個FOMO,大家一出政策 想看多一會,原來看多一會都不行,要幫客人追貨 首先有些客人被人夾到頭髮血流,做了很多淡瘡 然後就開始想見了一些淡瘡 但你估不到一個月就走到6000點上去 兩天跌到3000點,接著這一刻,遊戲經理就看著你眼望眼 內地有些年輕人借盡了所有渠道大舉入市 現在他們就說牛市還未開始已經終結了 這麼慘 你說老膠戰,我們由一個超級大時代開始 然後我本來打算Stage 1完結,調整一下做整顧Stage 2 誰知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東西 現在每天的波幅很大 你現在老膠戰出來的最終是怎樣 第一,我想因為市場太多Noise 我們要清晰一點分析,就要把那些雜音去除了 我最近聽到最多的就是很多人 經歷了這個叫做大升又大跌之後 又是套用那個陰謀論來 就是中美角力,美國資本亡我之心不死 很多陰謀論 很多那些什麼陣,好像捉到兌役 首先我覺得資金這一次 其實真正由美國或者其他海外 進來參與我們這一輪 就是第一輪的由9月底 9月24日人民銀行宣布降樽減息 到9月26日這個政治局會議公佈了那個二項 接著就是到黃金週假期 這段期間,資金量很大 因為大家這些是沒得騙的,是真金白銀來的 你見到我們可能在暑假之前的時候很慘 每天只有六七八億又說養不起那些證券行要倒閉 接著呢,到二三千億 接著到這個可能就是四千億破紀錄 五千億破紀錄 即使去到10月8日即日轉向 即是大跌的,六千二百億 那些數是真的 好了,那你說很慘喔 跌市這麼大成交 它又有人兜得著買 如果你說那個幅度呢 它就差不多回調回 一日回調回之前恒指的升浪的一半 好了,接著到今天就在那邊橫行 那些錢我覺得呢,資金的流向 其實就,你說真的歐美參與的其實不多 但是都有一些對重基金呢 其實就是很早之前呢 已經就來了香港了 因為呢,你看到由美電,就是港元對美金 其實由之前的可能是三四月的時候 就7.83,就偏弱的港元 就去到7月8月,9月 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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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港元強了 那你說港元強了,就有幾個原因 就是說,因為美金減息 美金相對弱了,相對弱了 所以港元相對弱了一些 第二呢,就沒有錢流走 不但可能有些錢進來 那這些什麼錢呢 其實呢,就是剛才我剛剛跟你談過 如果你說股市和債市那樣東西呢 比較易足的是債市 因為呢,中國的貨幣政策 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 很清晰的 2022年3月,美國加息 它沒有跟,它減 因為中國經濟不好 所以它要用一個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去做 那即使到今天,美國已經是掉頭減息 那麼,人民銀行就即時 即是說在9月底 它那個幅度比較大一點 降準降0.5 那個中期借貸利率就降了0.3 接著按設利率就降了0.2 那如果美國不減呢 它未必夠膽做這麼大幅度的 減息 因為美元和人民幣的利率差會太大的時候 反過來又會推跌了人民幣的匯價 那人民幣的匯價就在減息前後 都是叫做穩定了,升了一些 所以這個錢其實是來的 只不過呢 即是說呢 他們第一階段的頭盤 就不是我們股市,是點心債 因為財政部在香港發行了很多人民幣的點心債 因為你估中了人民幣的利率走向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容易做的 現在他們的槓桿比較大 舔了第一層 已經做了 到9月底有這個盤出來之後 即是公佈了剛才我們說的那種政策之後 突然之間 即是剛才我說的 在亞洲區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叫對沖策略的 market neutral 就是long short long short 現在沒有long 沒有pure long 沒有pure long pure long比較威士忌 你pure long 唯一大膽一點 你pur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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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政治局會議公佈了 你就覺得 咦 真的喔 真的喔 很認真喔 而且說要保住GDP5 那你就覺得這次是禮真的了 所以你之前就要趕著評判 一波風去unwind 所以你就在那幾天 做到9月底 指數不斷飆 一枝箭飆 完全夾倉 還有你知道對沖基金 或者trader他們的做法就是 如果我覺得方向錯了 我要評判指示 我是要在最短時間做齊 然後賣回 你不要跟我說看下午 吃完晚回來看 不用了 總之什麼時候做到就什麼時候完 所以政治局那個星期 身邊有很多GDP的朋友 首先就沒有空覆WhatsApp 因為有空覆的 都是一個哭的字 我現在不知道怎樣 這個就是Alan剛才所說的 因為對沖基金 其實就unwind了他們的盤 這個最新高盛量度出來 其實就大概去到一半左右 我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 一些淡友會把頭抬出來 因為你剛才也提到 現在的政策意味很強 有很強勁的政策出來 令到大家超越來如期 然後再蓋回一些 覺得有政策 然後完全失去你 低過年期 例如發改委會議 我們weekend的時候 大家想著 財政部有實質銀碼的數字 多少萬億 多少萬億 痴子經濟 最後沒有的 令內資非常失望 這幅圖大家都是黎森泰 第一次的政策 是投資銀碼的 就是貨幣政策 和財政政策 潘公信說到 有2萬億的財政政策 就是發特別割債 1萬億幫助地方減債 1萬億刺激消費 然後到政治局表態 就打了一支強心針 就是等於心臟起駁氣 這樣震兩下 還要說樓錢不給跌 對 當時整個彈起了 那為什麼同樣是開會 到之後發改委 和財政部出的又不行 其實這兩位 都不是實際有決定權 或者是操作權 因為法國可以花錢 沒錯 財政部都是花錢的 但是問題就是 人家就說 OK 前面公佈了 後面他就看你開支票 你把支票票又不拿出來 就算拿攤了出來給別人看 你又不寫日子 又不寫銀碼 市場沒有耐性 他就要你寫銀碼 你不用說那麼多 寫下去 2萬億 1萬億 什麼時候日子 你沒有 接著說一大堆廢話 市場就說 會不會回去之前那條舊路 其實只吹沒有實際行動 那些詞語很多 力度最大 較大空間 其實這幾年 我們的投資者教育 應該都教了這些 怎樣去理解這些詞語 就是沒有了道 對 沒有了道 人家已經針金白人入場的時候 他很怕被你捉住 一個閃身就做 還有剛才我說 第一回合做完之後 其實有些Long Fund 或者其他資金 可能都想著買 或者他還沒做 第一 他就不進去 那他不進去 然後你就沒有了後續資金 幫忙推上去 第二 有些人就想 不對勁 不如我也做回以前的 沽完一份 因為你升得太多 他沽了其實有稅位 可能低買 或者再看多一會 所以就造成了 人踩人的情況 背後Alan的說法 也可以報一下數字 因為剛才看到一些對沖基金 即是不斷的股盤 但究竟海外主動營 和被動營的基金 在過去兩個星期做了什麼呢 藍色的條例 是主動營配置的基金 即是基金經理 真的願意去建倉 另外被動營資金大比例 就是一些加益所賣米基金 ETF那些 可能是一個極速地需要 只要加上你的exposure 就第一時間 不要想過股 就衝進去這些 變成了 自至10月9日 那個星期 海外主動營基金 其實是有兩個星期 只流入 不過過去一個星期 只是流入兩億美金 是很少很少 被動營基金 即是ETF主導的追貨 過去一個星期 是高達42億的美金 似乎是否說 基金經理的思維 都是戴著頭盔摸著石頭 不敢躺身下去 但是我們隨便 先追著 這個我想是因為 剛才說的 Long Fund 雖然你說它沒有沽空 不過它是underweight 港股和A股的比重很低 我曾經跟一個基金經理說 它在亞洲區的配置 它說在9月的政策出資之前 它們差不多是9成是台灣股 即是踢股 那些台積的那些 5成是香港 5%港股 5% cash 這個動作之後 它們即時就轉盤了 沽都沽不及 除了是平了台灣之後 港股當然要買上去 5%就變了差不多 在黃金周假期完結之前 提升到差不多50 一半 然後要追 誰知現在又固定了 我覺得其實underweight的力量 其實都是在 只不過你說它選股 它就沒有空選 因為這些是大時代 指數就最適合 先掃了 為什麼你買 你獨具壞眼的那隻 留下了 沒錯 那你就很難交代 有這種情況出現 所以市場 其實每天的波動性很大 你猜它升幾百 它又跌幾百 再夾上來 其實每天都在做這個動作 那我想問你 作為資產管理這麼多年 都見過很多這一類的政策市 比較近 我不知道是否有政策市 總之突然180度開關 那一刻 是被譽為第一次 就是2022年的時候 然後再前一點 其實用來類比這次的市 就是2015年的時候 又是去槓桿 去到那個經濟數都爛了 然後就鼓勵民眾入市 搞到出現槓桿牛熔斷機制 那一刻就最深刻 然後再前一點 有些就類比亞洲金融風暴 因為都是由中央直接入市 希望撐回資本市場 但是那個共通點 都是到最後割韭菜 大家都會覺得 最後延續不到牛市出來 你這次對這個有沒有信心 中國的股市 其實去到這一刻 其實散戶 就是一般零售者的個人戶 都是佔市場的百分比 都成八成的 所以你說過去幾年 公務基金 就是Mutual Fund 就像我們的Long Fund 都開始慢慢的 我自己不選了 我買基金了 但是都還沒有主流 還沒有主流 所以它很自然 一個叫做零售市場 所以它這種大起大跌 一窩蜂衝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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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常態 中國內地每次出政策 我以前最記得 有些人跟我說 Ellen 你要來中國投資 吃透的政策 什麼叫吃透 就是 焦到骨頭都沒得直 就取得出來 就是要預先預判 接著追著它 到它真的政策 落地了 完美地贏 但問題就是 很多人 你不能夠吃透的政策 你被政策玩死 所以很多時候 這種政策市 一出消息 一出就亂 一亂就收 其實很多這種情況 其實你看看 中國 你剛才提到 2022年年尾的疫情 講開放 接著講支持樓市 接著怎樣去經濟 消費 講了這麼一年多 每次政策一出 其實股市 其實就是 輕微地反映一天 接著第二天 那些人就說沒有了 不見錢 走路就賺了出來 就變成那個 現在差不多大家都叫做 心灰意冷 離棄它 不看它 剛剛去到今年的 我剛才講的 九月 本來你都不看 突然它爆升上來 咦 這麼奇怪 接著連自己戶口 有沒有戶口也不記得 還有一個戶口 都不記得 所以就排到它開戶口 這種政策 這個情況 就令到我覺得 中國內地 無論是樓市 債市 股市 很多時候現在我看到它的政策出 它是先說了給你聽 接著就觀察你的反應 但是實際上 那個政策的餡 那個內容 跟那個動作 就有個 好像慢動作 或者停了不做 你不做 其實市場就沒有什麼耐性 我等你一天兩天就可以 等你一個月還不出 我也沒有耐性 那現在你說 又再去等十月底人大 因為那些數字要它批 那我們還等不等呢 以你作為你的基金操盤 耐性真的沒有什麼 一般人 我都不是很會有耐性的人 但是問題 我現在的想法 第一就是 因為它已經在這個 critical moment 就是說中國經濟是跌入谷 跌到這麼低 樓市又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的經濟數據出來都比較差 也有些人說到 內地失業率很高 那些人的收入就少了 那些 各方各面你收一些訊息 其實你知道大約是差的時候 我又相信它沒有理由 就自知不理的 所以第一 就是說它現在 竟然有這個叫做 組合權的政策出來 這次的組合權和以前不同 就是不僅僅說貨幣政策 以前就一直用貨幣政策去刺激 財政政策就是指紋樓梯響 這次它是說了給國有財政政策 而且也叫做籠籠地說了大約銀碼多少 即使它現在還沒有開簽票 還沒有簽下去 但是你知道會有 但是問題就是 好像很心急 你想快點拿支票來 快點說 對言 你不要跟別人說 拿支票是不肯放手的 你們一個一個傳到 十萬億 最後不想要十萬億 它有多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求著是有的 那變成第一 你就不敢沽空 所以對沖基金平倉 第二 你說我要等我 我要入市 那政策又未出 我現在又不想miss了這個市 那你唯一的辦法 就是你的駐馬 控制一下 你要令到自己很靈活 你不要全倉進去之後 然後夾在那裡 天天很怕它會跌 那你就一定是 最終你都守不了這個盤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說計估值 講了很多年低的 對吧 你MSCI China 就算夾了多少 四成上來 其實預測成年率 都是十一倍多 是的 低於區內很多很多 那你說股 那低位大概八倍 差不多夾到上去 現在是十倍 十一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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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結構性的改變 你這麼大量的資金湧入去 都好過舊市 對 因為其實貨幣政策和財政策 的最大分別 貨幣政策就是說 它可能是降漲減息 你會覺得很多錢 你感覺很多錢在那裡 流通性很充足 但問題就是 不是每個人的錢包都收到那些錢的 例如說流通性充足 如果你不借錢的 資金成本便宜的 也不會用來 與你無關 你沒有供僱樓的 你每個月也不會供少錢的 好啦 反而是存款銀行 你利息就少了 那你會覺得這個貨幣政策其實就不是那麼直接的 反而你財政政策就說我直接補貼你 或者我直接減你稅 那你的錢本來要花的 不用花出去 多了你就會有錢 還有你批下來就快 快嘛 你即時的效果就出來 就是立竿見影 所以大家就覺得財政策是有power的 那現在我們就是想等這個power的東西出來 你等多一會給他一些機會 不過問題就是你大會部署 不只是看著你的中港股市 你還要比起國際形勢發生什麼事 包括究竟外圍那邊的息口走向是怎樣 我過去美股玩 歐洲玩 日本玩 印度玩 還是真的過來你這邊 哪個直撥高一點 因為大陸第四季難想的事情就是 你美國的息口預期 現在上上落落的 你減了第一口半厘之後 然後現在出一些CPI 你見到核心CPI是很粗糙的 下不下去 然後就業情況很好 然後搞到現在11月大家覺得 減息預期的空間又收窄了很多 那你會不會又要重新思考一下 在環球的配置那裡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改變 會的 因為在環球的配置方面 你說歐美股市或者亞太區 剛才我都提到一些股市 比如台灣 日本 日本 印度這些 都在今年來說 其實都跑贏了我們香港的 人家就走了上樓了 我繼續追這些市場呢 我發現這些市場其實是過去疫情解封 就是2022年 2021年已經開始跑出了 其實一段時間 它其實也沒有一個明顯的調整 因為除了他們的業績對板之外 再加上憧憬著美國聯儲局將會掉頭減息 這個貨幣政策就刺激了他們 就一直看好 我剛才說 貨幣政策的寬鬆 包括減息 大家心理上覺得有錢 不用怕 有流動性 只不過那些錢去了哪裡 大家就預判不到 所以它會一直放著這個市場在高位 但是問題就是 剛才我說它的PE相對來說 也相對比較高 你說我們不看香港這邊 但是美國那些就很多是一些叫做機構投資者 他們都看很多數據的 那這些他們就不會貿貿而買的 他們都是看著這樣做的 我覺得相對地那個上升空間 在歐美來說可能就比較少一些 還有呢 聯儲局減息這件事已經叫做 就是我們用一個吃頭的政策 它炒到爛了 就是說你從今年說它減三次 又減到一里 現在減了一里半里 接著還說十月就可能只有0.25 明年就兩體了 你看到整個美國的姿勢曲線 已經是叫做stickening 就是說所有減息的好處 就是在短短 即是兩年期下就吃光它 就是說反映了出來 反而中長期十年 二十年的三十年 它基本上就慢慢向上 因為它覺得減息是有個限度 就不是說好像以前那種 那樣的無資金減累 所以它這條UK就反映了 第一就是減息的幅度有限 第二就是那個通脹也是金飛色比 就不同在疫情之前 長期低於一或者接近零 現在是真的有那個通脹在這裏 所以你都要給它一個高一點的利率水平 那這裏就會造就的資產價格 就是歐美那裏 那個直播率就低一點 但是你不會死的 你以股票為首都依然 我暫時很難說 現在其實美國 或者叫做大動全球的股市 其實都要等它11月5日 美國總統選舉之後 定不出勝負 你才要看政策是哪裏 你這個應該是不透 這個是不透 因為這個很難猜 特朗普突然又上來 超越了 對呀 因為之前民主黨拜登退選之後 Kamela Harris 就接收了所有的政治捐款 那些人的支持就好像沒事了 換了一個更加能打的出來 但是問題是越接近選舉 那些人就開始看 你講講什麼怎麼做 那開始慢慢的 是比較接近選舉那天 那個形勢就越比較 相對地比較清楚一點 我覺得其實特朗普 我自然覺得 他的勝算是高一點的 是高一點的 我不是問你 第四位還有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都沒有計算地緣政治風險 其實每天都在打的 還有一些新的 台海那些 就是在發酵 那我問你 那第四季 我們應該怎麼去 重新割我們的餅呢 那你就給了一個這樣的 這個資產分配 都不是一個叫aggressive 它都是屬於balancing 就是平均一些的 意思就是 第一就是 我又不想miss out股市的升幅 但我又未必是全倉入 第二就是 因為你的全球的息率都是向下 所以這個債券的固定收益 其實都是用來代替了 有一個基本的穩定性 但是問題就是 你知道中東那邊 會打到咦咸咸咸 那個地緣性政治 都有變數的 你又不可以忽略它 所以那些油啊 金那些 其實你見過金價好像 牛牛就債 都算是挺好的 都算是這樣的 它都可以維持到 而且以前 如果金價停在很久 因為你沒有息的 所以那些人就 沒有計算它就走了 現在你看到那些人 都願意繼續持有這個比重 證明市場對於那些對沖風險 都有一個這樣的需求 所以這就屬於一個平衡組合過渡 當然你說美國總統選舉之後 那個就是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回到我們香港和內地 最終去到月底 十月底 人大的會議 究竟它真是扔印出多少錢呢 或者那個後續 大家覺得 它真的有了 有張支票開了出來 你的信心是否回到來呢 會不會覺得它和之前很不同呢 那就決定了我們後續 會不會說可以 叫做人A股 或者廣告叫做修復 我們不要說跑贏別人 修復我們之前那些小小失地 我們真的只有一個等字 很多金驚都很慘 現在其實就是考耐性 是啊 主要差不多年尾搞定了 這個月底都要賣數了 那這樣突然間年尾做了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那今年年尾應該都沒有空 為什麼呢 如果它真的有支票寫了銀碼 那又會沖多一層 又回到我們那個 之前你問的問題 老交戰 追不追啊 還是趁高減啊 比例怎麼做 那其實都是要做這些這樣的思考過程 那你幫一下現在 就是自九月底出了政策 到現在 你有幫去加上 是不是也挺多一些中資股相關的 一定是 如果你之前集中在美國和歐洲 可能都要看回 或者叫做中國這邊上來 即使你這一刻好像都是十五 十五 不知道它怎麼樣呢 我想接下來第四季年底之前 只要政策不是完全說我們不做了 或者叫做完全失望 其實這個A股或者琴指的配置 都要比之前稍微多一些 但可能一些穩妥的東西 一定是穩妥的 最簡單的就是指數ETF 或者你不要買一些很騎的那些 你也是買一些指數成份股 是不是呢 唯一我自己就不會去追的就是那些內房股 因為你夠樓市不是夠內房 你要分清楚 現在大家覺得是 說隱性債務就是內房 內房股市那麼多 那它能不能不斷貸呢 這些債券 又不是 對不對 但是也爆了很多上去 有沒有那些下撿下死雞 沒有 這個比較 就是說那些什麼叫做內房債呢 你這樣去到 撿死雞 分明那隻雞就熟了 你已經不能翻身 買得到書間床 就是這些了 大概希望幫大家閱讀一下 究竟非常有經驗 見過這麼多次政策事的一些基金 或者是究竟接下來應該是怎樣應對這次的政策事 希望幫大家 下次有空再來聊天 好吧 好 拜拜 拜拜 找我要新職員 看看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